小无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最近新买了几几帽子 然后自己也还没有试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这几个帽子戴上去 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一个这样的鸭舌帽 因为这个颜色很可爱 加上这边图案是小饼干 我就很喜欢它 我买鸭舌帽还买的挺多的 这个夏天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喜欢买蓝色的东西 这还挺好看的 这是一个草帽 这样扣起来戴呢 就是会更遮阳一点 把它卷上去戴呢 又会比较可爱 有点新疆味 有点新疆味 它适合搭什么样的衣服呢 我觉得它不适合搭衣服 它的配色很秋冬 但是它实际上材质呢 又很夏天 我一时之间想不到 它应该怎么搭它 比较好 我觉得今天好几顶帽子 可能会踩雷 我感觉看模特图的时候 挺好看 但是可能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一双袜子了 为什么它不好戴呢 因为它太紧了 可能是我头太大了 感觉把刘法剪上去会好一点 而且白色本来就比较挑人 我不配 我不配戴这顶帽子 戴着不好看 我也不懂 这个季节我为什么会买一顶毛线帽 还是鸭舌毛线帽 怎么会是 又夏天又秋天 但其实我觉得这顶其实挺可爱的 这顶是很户外又很可爱 而且还保暖的一顶帽子 这顶挺可爱的 这个我可能在别的穿搭视频里面 录出过拍过 这是一个草帽 这个就特别夏天了 这个很像一个农场主 重点是这个黑边 我觉得很好看 好了 这是我最近新买的几顶帽子 一共一二三首 五顶帽子 有你喜欢的吗 没有也没关系 小红书 小红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最近新买了几顶帽子 然后自己也还没有试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这几个帽子戴上去 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一个这样的鸭舌帽 因为这个颜色很可爱 加上这个图案是小饼干 我就很喜欢它 我买鸭舌帽还买的挺多的 这个夏天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喜欢买蓝色的东西 这还挺好看的 这是一个草帽 这样扣起来戴呢 就是会更遮阳一点 把它卷上去戴呢 又会比较可爱 有点新疆味 新疆味 有点新疆味 它适合搭什么样的衣服呢 我觉得它不适合搭衣服 它的配色很秋冬 但是它实际上材质呢 又很夏天 我一时之间想不到 它应该怎么搭它 比较好 我觉得今天好几顶帽子可能会踩雷 我感觉看模特图的时候 挺好看 但是可能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一双袜子了 为什么它不好戴呢 因为它太紧了 可能是我头太大了 感觉把刘法院卷上去会好一点 而且白色本来就比较挑人 我不配 我不配戴这顶帽子 戴着不好看 我也不懂 这个季节我为什么会买一顶毛线帽 还是鸭舌毛线帽 怎么回事 又夏天又秋天 但其实我觉得这顶其实挺可爱的 这顶是很户外又很可爱 而且还保暖的一顶帽子 这顶挺可爱的 这个我可能在别的穿搭视频里面 录出过拍过 这是一个草帽 这个就特别夏天了 这个很像一个农场主 重点是这个黑边 我觉得很好看 好了 这是我最近新买的经理帽子 一共一二三四五顶帽子 有你喜欢的吗 没有也没关系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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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帽子 如果你这样 或许多就会有点说 请看 愿者 آپ